有没有想过送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你的情人呢? 爱情不是一定用金钱去量度的 可能它会更加着重你对它的心思意念 在这一刻,让我们不要计较金钱的多卦 亲手做一朵花,送给我们的另一本 你需要的工具很简单 只需要一把剪刀,切刀,一枝圆筆,和一些Crafting Paper 再加上一对随手可得的外卖筷子 一条就够了 还有一些不再供应的饮馆 还有那些装着甜到入心汽水的汽水盒 让我们在手工字选到它最喜欢的颜色 例如略大点忧郁的红色 今次我做的就是我情人最喜欢的核甘香 每一种花,花繁的形态都会不同 所以因应你的喜好,展出不同的花繁 核甘香花繁的形态上西下阔 通常由六至六一块花繁 你可以随着你的心意 随便画出你喜爱的形状 因为天然是没有重复的 之后你可以用剪刀 将花繁一块一块一块摘出来 眉上眼,小心摘出手 用你的爱意 将花繁随意的摘出来 不过都是开眼好一点 小心剪出手 之后 我们在每一块花瓣的下面 剪两下 准备和它们做迁提的了程 不要剪太深 没得翻转头的 剪的位置 大概是花瓣的五点 和七点的位置 不需要剪太深 因为我们不需要 那么深 在贴上它之前 我们会把它包住支笔 使得它有足够的弧度 使得它那些 贴得均匀一点 你可以用糖贴豆一般的白胶杖 将花瓣下面两个部分 贴上它 记住我们不需要 要贴得大薄 贴厚一点 花的弧度就会大一点 你看 可以利用一支幼小的笔 去令到花瓣的弧度更加圆滑 这次我所做的花 不需要华里的装饰 只需要四块花瓣就已经足够代表我的心 我们会用弯谷的饮管来做花的心蕊 用锯切剪掉 剪掉五条部分 然后将一开为四 为什么要用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的饮管 弯曲如有弹性 正好就好比花蕊飘日的花心 然後我們用黑色的雙頭筆裝花蕊的部分 慢慢慢慢一塊一塊去油一下 就算油出界都不要緊,這些就是自然味 把花蕊女女愛愛都搖到雲春 當完成之後,我們拿起絲飲罐 把不要部分剪除 然後再把它黏在軟滑的筷子上面 你猜它是什麼? 沒錯,它就是花的勁步 你看是不是很像呢? 接著我們要處理花蕊頭部瘦小的部分 每一塊我們都可以展深一點 因為這樣就會令到它看起來簽效一點 之後我們就會用膠水將它尖尖的部分黏在上面 不需要多 角度不需要太厲害 因為我們要保持小許的弧度 如果不然就變成一個球 我們可以用一個鉗幫手夾緊它 使它更加容易凝固 每個生命的雙膠 當然是有些癌痰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一把剪刀 將一些癌痰的部分剪掉它 使它更加純滑 生命經過修剪會更加完美的 我們是不可以偏心的 每朵花蕃我們都會做同一個動作 正所謂 花衰堪折直碎折 莫等無花空折致 趁有時間 有得剪好剪 有得改好改 接著的步驟 就是將花蕃下部分剪開 留出一個小小的空位 使得這些方法 可以從勁步 結合 今晚不要讓它停 繼續 在準備跟樹幹結合之前 我們需要好像跟它 齋計沐浴一樣 將它的身形慢慢調節 以便有一個完美的結合 其實就是用一支筆 弄到它彎彎的 更加容易黏實 到花礦的預備 很簡單 就是將綠色的筆 有到整支框變成綠色 但是不要柔個頭 不努力 這些這麼沉悶的套裝 讓我快鏡快了它 不用你們慢慢看 走去 如果你們用水彩 會是更方便快捷 不用像我這樣 那些筆 掃到媽媽都不認得 終於掃完了 還要死黑的 我們用一支火辣辣的膠水槍 將膠水 黏上去花礦 然後將每一朵花粉 一塊一塊這樣黏上去 順著拿著手 因為膠水沒有凝固 但是我們都要按住它 不然花範會不漂亮 儘量做到天然模型的狀態 這樣就會更加自然 和漂亮的 如果位置不合 可以加多些膠水 將它更加凝固 做出更加好的美態 當然難做 如果不是 如何顯得你的心思和愛意 然後貼上第二塊花粉 接著就是第三塊 然後最後一塊 完成 趁著膠水還未凝固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花的形態 再一次的調整 以至到它是更加自 像一朵真正的花 當然 你都可以由得它肉肉酸酸 隨便你 好了 到六頁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一些 汽水盒 當然綠色會更加貼切 如果你喜歡紅色的 你也可以 這期你炸裂 你說怎樣 就怎樣 我就做回正常點的綠色 你可以隨著我們的心意 在卡紙上面 畫上我們認為樹葉應該有的形態 無所謂的 隨心就可以了 隨心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可以用芥刀 將你的樹葉 慢慢地割出來 記住 隨心就可以了 端故 沒有辛苦 割了出界 來 YOU 小麥驚 割了出來的樹葉 我們可以用一筆間尺 在中間 攔腰截著它 然後把它摺起來 不用做到太直 畢竟都是天然的 太直 很假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樹葉剪開 使它可以夾著那個花框 剪心點不要緊 正所謂愛得比你深 正所謂一筆離疑 兩個當然比一個好 我們再做到樹葉 今次我直接畫都不用畫 跟著一間再做 我覺得兩塊樹葉 是不需要一樣大的 你又你高 我又我矮 硬硬硬好 用同樣的方法 將樹葉對摺 畢竟都是用力氣 千萬不要快刀手 切傷手 好了 已經到達最後的步驟了 我們可以將樹葉 黏一些如七次的膠 角度可以調教一下 令到它更加像一朵真的花 按緊它一會兒 讓它慢慢凝固 人生總是沒有十全十美 我們可以用綠色一筆 再游入一些需要修補的地方 我的卷陷可能因為太多 所以我要用特別多的時間去做修補 所以我可以用快鏡掠過去 慢慢好了 如果不是又要等到天亮了 到時你又說要走的 不要走著 再錯一回 但願能再錯一回 不是我說的 是抗美環說的 謝謝 當你修補了所有缺陷的時候 全身的你已經準備好了 還不准备送花 时间是不等人的 多谢你听我 说了13分钟 这段时间 真的反了疯 但是希望你都喜欢 记住 subscribe 点赞 还有留言 拜拜 点赞